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感谢大家回来收听我的系列课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UIKIT练习防网易新闻首页的第五节课程 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网络请求库Animal Fire的详细使用 在前四节课当中呢,我已经给大家把整个课程的第一部分讲完了 然后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进入第二部分 然后会从今天开始给大家讲如何一步一步的实现整个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 然后今天的我们第一节课来说这个Animal Fire这个网络库的使用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以代码的形式给大家做一个demo 然后教大家来使用如何来使用Animal Fire 既然是给大家讲这个网络库的应用 顺带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应用都会从网络来请求数据 然后请求的数据一般情况下是Json格式 这个Json格式呢,就是一个以文本形式来传输的一些结构化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下面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客户端是如何来获取数据的 它获取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示 首先我先把手机连到屏幕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OK,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呢 就是我的手机 然后呢,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网络客户端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网络客户端的首页 然后呢,它在我们下拉刷新的时候 它会请求一次数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拿到了新的数据 然后并且展示在了这个页面上面 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数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软件是用来抓取数据包的 然后呢,我们先进行一下下拉刷新 OK,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客户端其实是发出了一个http请求 然后呢,这个请求是拿回来数据了的 然后这一条就代表我们刚才那个下拉刷新的那一条请求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是一个http的请求 然后我们请求了一个网址 然后呢,这个网址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带了很多参数 然后这些具体情况我就不跟大家数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请求 可以拿回到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然后在response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json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当前首页所显示出来的那些数据 然后呢,这个大括号可以是代表一个字典 然后呢,这个中括号是代表一个数组 大家可以先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然后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数据 然后如何把这样的数据显示在页面上面 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来 以demo的形式来展示我们如何通过一个url 或者然后呢,通过这个animal file来获取这样的一个json数据 好了,我们接下来打开我们的xcode 这个还是我们最早建立的那个工程 然后呢,它已经通过这个cocoapod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们已经引入了这个第三方库animal file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这个animal file的使用 首先第一部分,我们需要将这个animal file 引入到我们的头文件 不是头文件,要引入就通过import 这样我们才可以找到它的方法 这样我们通过import这个关键字 把animal file引入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文件当中 这样我们这个文件就可以用 在我们接下来要说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iOS9开始,苹果是强制要求我们使用https的 然后呢,这个https在这儿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它是一个加密的http请求 然后呢,因为我们网易的这个客户端 我们刚才是通过抓包的这个形式 然后来获取了它的这个数据 然后也获取了它的这个网页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链接 但是因为它是http的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个我们自己工程的plist里面 就这个info.plist里面加入一些参数 然后才能让我们正常的使用非https的http链接 然后呢,这个参数就是这个http transport 然后在下面加这个law这个 然后把它设置成为yes 然后呢,至于这个的具体设置 大家可以去网络也可以照着我课程 然后直接把这个输入到我们的info.plist里面 有了这一个设置以后 我们才能正常的使用http链接 否则的话,非https的http链接是没有办法拿回来数据的 会提示我们错误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开始写这个请求 听我之前课的同学应该知道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wheelcontroller应该有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我们这回会严格按照这个结构来说 之前我们说了,那个请求应该是加在我们的private的这个标签下的 所以呢,我们先加入我们的标签 然后private 我们呢,会在这个标签下进行我们的请求 然后呢,我们的请求需要起一个名 我们就叫它,就叫get data from server 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方法中请求数据 我们的anofire其实用来请求网络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只需要调用它的一个request方法 然后就可以很方便的来调用一个数据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方法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做method 然后呢,这个method其实是我们http请求的一个方法 它有get,然后有post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delete呀,fetch啊 这样的一些参数 这个具体的意义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说明了 然后呢,我们的刚才可以通过抓包 我们发现它的那个 可以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用的是get 所以呢,我们就也按照 我们也使用get 这样 然后呢,第二个参数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url screen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stream形式的url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链接复制下来 我们把链接粘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地址去请求一个json数据包回来 然后请求回来的数据呢 我们是responsejson的这个方法 再继续调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就是一个b包 这是在我们拿到数据以后进行数据处理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这个b包我们它返回来的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叫做 叫做response就好了 这个response就是我们这个请求成功以后拿回来的数据 OK,然后呢,我们把这个response打印出来 OK,这样我们的一个请求就完成了 很简单吧 然后如果有进一步需求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再查看 我也会在以后的工程中给大家 如果有空的话会说一些进阶的使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wildedload里面 调用这个我们的get方法 get data from server OK,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请求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去跑一下 然后看一下效果 OK,我们选择iphone6s的模拟器 然后呢,我们通过command加r就可以直接编写运行我们的应用 然后稍微等一下 我们的模拟器 哦,已经起来了 OK,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中端里面输出的这些数据 就是我们的这个json格式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它已经 其实它现在已经被格式化成一个dictionary了 然后呢,但它的原始数据是一个json格式的 然后我们已经看到 然后我们模拟器是空白 因为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个数据获取 并没有进行其他事情 所以它是空白的 我们就不管它了 然后呢,现在看到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拿回来的数据 非常简单 Anonfire是一个封装的非常完善的一个网络请求库 我们只需要很少的代码 就可以完成数据请求这部分的操作 所以我们也选择它作为我们这个应用的数据请求的第三方库 其实我们能拿到数据 一方面也要感谢网易 它并没有对它的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一个加密 否则的话,即使我们有它的url的话 即使它没有通过http 然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去解析它的数据的 现在由于网易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便利 大家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对它的本身数据进行任何的加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用它的数据 这样也为我们的后续开发提供了一些便利 我们可以直接去请求它的这个url 然后拿到它的最新的数据 然后并进行显示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我们也会 但是我们每次会使用它的新的url 因为当前的这个url 每次拿到这个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 每次都进行一次抓包 然后获取它最新的这个url 然后去拿取它最新的数据 好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基本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讲给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AnonFile这个第三方库 然后来通过htp请求获取我们的json数据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去实现我们的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 然后下一节课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另一个第三方库 然后就是这个kingfisher 也是我们国内的Motion来完成的一个第三方库 它是用来加载一步加载图片的 然后也是一个图片缓存库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在这个json数据里面 有一个image这个字段 然后它是一个.jpg的一个文件 这就是一个图片 然后呢,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述的这个库 就是通过这个url 如何从网上去加载一张图片 OK,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呢,我是Winsky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